长津湖之水门桥票房 除了长津湖身上的光环与荣誉以外 还有就是徐克出色的导演功底 再加上易阳千玺、吴京以及李晨、朱亚文、韩东军等演员、全员在线等演技 很少有人知道 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很大一部分雪景的拍摄是在长津湖上映后补拍的 为了追求完美 导演组又集结了所有演员一起来到东北补拍长达120天的雪景 在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中 所有的演员和导演一起感受着寒风凛冽和漫天飞雪 才真正还原当年那群最可爱的人 站在雪地之上保家卫国的场景 不少观众走出影院以后 纷纷跑到社交平台 跨身该影片自来水 为该影片免费做宣传 有观众留言称 长津湖之水门桥 真的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看的一部电影 吴京和易阳千玺的演技也太棒了 易阳千玺的演技彻底把我征服了 五万里从一个小无赖 再到如今 这个在战场之上敢于冲锋陷阵的英雄角色 这样的成长与变化 让不少观众纷纷感动到落泪 关注我 每日为你带来精彩有趣的热辣影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